中共十九大落幕 政治局新常委上台 美国之间记者思杨最近持续报道 华盛顿学界和研究界对于中共十九大的解读 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他做客演播室 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 思杨你好 你好 说我们知道现在十九大落幕了 但是很多人都在关注习近平 他发布的工作报告 那么首先我们注意到在他这个工作报告里 他是多次提到中国特色 好像是提到40多次是吧 比如说这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动中国特色的这个强军之路 还有这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 那么在美国的这些学者 还有研究人员观察人士 他们是怎么去解读这个 为什么要这么多次的强调中国特色 怎么去理解它 那这么高频率的去提中国特色 肯定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么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姐 然后他昨天在那个美中政策基金会的一个研讨会上 他就讲了他对这个习近平这么提中国特色的一个解读 我们先来听听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工作报告 标志着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改变 目的也是为了终结中国内部有关西方模式 对中国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的意识形态的辩论 工作报告本质上就是极尽所能削减西方模式的影响 随着中国向现代化进一步发展 中国绝不可能进一步西方化 而是极具中国特色 而这其中党牢牢地控制着一切 对他还特别强调 他说现在这种中国特色的提法跟以前不同 就30年来中国都在说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他说这个中国特色呢 指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当中引进那个市场的力量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中国特色呢 就是说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 以及那个大国关系等等外交等等 所以但是他就说瑞孝姐说 这个习近平这次的信息是非常的明确 他就是我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做事 你们西方的方式不见得比我们好 所以你们以后也不要给我们建议了 然后呢他就说习近平实际上还有可能在向世界 在吞销中国的模式 那么习近平的话就是说 中国人正在走向一条发展的道路 那么这个道路呢可以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提供中国人的智慧 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那个社会的人类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任何一个希望经济快速发展 然后又能够就是说保持国家独立的国家都可以就是说来遵循中国的方式 但是呢瑞孝姐提到了两点 他说习近平在提中国特色的时候可能就忘了 他说在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 然后中国的有势之势就是说中国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实际上是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呢他就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 他是公开的拥抱西方的模式 然后呢取得了中国经济30年的这个30多年的这个经济奇迹 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还注意到啊 他刚才我看到这个瑞孝姐他也提到了 说这个习近平强调这个党的领导 确实说是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他说他在这个报告中说 说这个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那党是领导一切的 那么对此这个美国的这些观察人士 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呢 对瑞孝姐说那个 其实这也是对邓小平的一种背离 邓小平以前说的是要党政分开 中国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 也是努力走向这一条 但现在的习近平呢 他就说他等同于在宣布 就是说中国在政治上的这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他说根据现在的政治思潮 大家都觉得过度的极权实际上会产生腐败 而且现在的政治体系 基本上是要抛弃这种极权的做法 所以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未来发展 就是说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应该是现代化的方式了 明白 那么除了以上这两个 我还发现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报里 还强调了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听了一下 我记得他好像说 就是说现在跟历史以往相比 现在中华民族拥有这个绝佳的机会 和历史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没有过 出现过的 就是现在有最好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 那么他还说到中国将日益的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他还宣布了中国2020 2035 2050 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的目标 那么对此西方的这些 就是美国的这些学者和专家 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他就说那个习近平说 中国日益走进那个世界舞台的中央 那么这肯定是表示着 未来的这个五年 甚至更多的时间 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国际事务当中 希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然后呢他还强调了一个 说中国有希望就是在2050年 发展成现代化的强国 那么这很显然是一个就是说 崛起的强国和一个守城的国家 就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之间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矛盾 他觉得这个休息底德就陷阱 大家都说的可能最后就是说 两国会有战争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担忧是存在的 然后还有那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他叫罗伯特萨特 他就提到了 他说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 理想很丰满 就是说现实很骨感 实际上但是这个中国政府 包括就是说学界都没有向中国的老百姓 传达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虽然你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但是实际上你在发展当中 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制约 他说这个限制和制约呢 大概会对我们先听一下萨特是怎么说的 我的预测是他们可能会遇到很多抵制 积极或消极的 他们会遇到很多阻碍和限制 而且他们不会那么容易战胜这一切 那萨特他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和制约呢 实际上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 但是中国国内有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 腐败问题 内部的稳定 中国有每年要花很大的精力来维稳 对吧 他说这样的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蓬勃发展的 现在你要维持一党专制的话 那肯定是要有很多的经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不可能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多少的慷慨 对吧 而第二呢 他也觉得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依存越来越严重 特别对中国的 对美国的依存也是很严重 所以这样子的话 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也是要受到制约的 第三他特别强调说 中国在亚洲实际上现在的地位并不稳定 而你现在看看这个中国在这个亚洲的邻国的关系 像日本印度韩国包括那个还有朝鲜 其实关系都不太好 然后呢还有说中国与国际大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比方说中国说一带一路 好像是说你可以这样子很有效的去影响区域 其实一带一路呢他说是强调的是双赢 而不是真正的这个援助 所以有些国家如果你支付不起中国的贷款 那你最后用自己的资产来抵战 那这看起来就跟当时的殖民国家是差不多的 然后第五呢 他说中国与国际社会就是原来与国际社会的贸易 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这一方面的这个呢已经在下降 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 他说美国在亚洲地区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大 无论是政治和经济上 所以中国要走向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领导者 他觉得还是要有很多的 就说这目标很宏大 但是眼前的问题还是很多的 是是是还是挺多的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真心记者 思扬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